今次我首新歌叫《唯美本尊》 這首歌其實是邱峰澤 他特地找到這個demo送給我 然後我聽完之後就覺得這首歌很棒 很感謝邱峰澤給了一個這麼好的demo 或者想起我 所以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還有我自己沒有試過這麼冰箱的東西 好像很有機會想試一下 所以就馬上跟Karl叔叔聊天 Karl叔叔都說很適合我去做這件事 自從上一次自己的solo演唱會之後 跟了Serrini合作 然後我就想想找一個機會跟她合作 剛好這一首歌就出現了 我跟Karl叔叔聊天的時候就覺得 Serrini很適合寫這首歌 她都很好地答應了我 其實我打算她幫我寫詞已經很好 她還出現了MV 多謝她 很開心有她的參與 這首歌其實大概是說 有很多時候有很多東西我們改變不了 有些不好的人 或者不好的事 不好的所有的能量都好 我們都需要學習如何去 ignore 他們 找回自己的舒適圈 去令到自己可以更加自信地去做自己 很希望大家聽完這首歌之後 都可以有一個力量 可以去發掘自己最美的地方 我在MV裡面本身是一個明星偶像 可能要很觀測骨骨地去面對大眾 面對記者 但是內心裡面其實是有一個很狂野的自己 很想做一些很不同的自己 所以在今次這首歌其實就是做一個很不同的自己 跟大眾下的Jeremy是不同的 我內心裡面是很想有一種這樣的形象 今次這個妝是故意用了煙燻妝 然後又用了很多很閃的閃粉 它放在眼底下 它令到我耳朵也有一條銀色的邊 它令到整件事更加有一種神秘感 有一種微爛的感覺 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重點是這一首歌 是很想告訴大家要找到自己最適合自己的東西 找到自己最美的東西 就算這一刻我這個妝 可能大家不是說全部人都接受到 但是我覺得自己很美 那就已經很足夠了